夏俊峰被处死前 当局拒绝家属提出 希望和夏俊峰合影 有张照片给儿子的要求 夏俊峰被处决后 议员易能静昨天在微博上宣布 收夏俊峰13岁大的儿子夏建强为义子 并公开承诺 自助他学习及扶持他作画 同时与张晶结拜为金兰姐妹 过去四年来 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不断为丈夫奔走 审讯期间之外 当局一直不让夫妇两见面 也不让夏俊峰见儿子强强 在夏俊峰被处决消息确定后 艺人易能静在微博上发信 今日收夏俊峰子夏建强为义子 成为孩子异母 与夏俊峰遗孀张晶结为姐妹 资助孩子学费 扶持孩子绘画天分 让强强健康长大 也请朋友多帮助拍卖画作 让强强以自己能力站起来 从去年开始 艺能静一直都对张晶和强强保持关注 知道强强很有画画天分和兴趣 开始主动买他的明信片 出席强强画册签售会担任嘉宾 艺能静是少数既在大陆工作 又不时就社会议题或公共事件发生的艺人 今年年初 因在微博上声援南方周末行年限辞 遭串改事件中的编才人员 曾被有关当局约喝茶 微博遭境 言论被删 但他坚持说出真相 不甘愿被沉默 也使得他的微博粉丝迅速拥有930多万 新一场野太电视整理报道